主席 現在其實除了二千年之後 那些新的小販牌照持有人之外 其餘那些攀位牌照的持有人 手上那張小販牌 其實是由七十年代之前 即是殖民地政府派給當時的小販 那就是說 今天大部分持有人手上那張牌照 小販牌照 其實都是他們的祖先留下來的 那現在有很多這類這麼幸運的牌照持有人 其實就不是在做小販生意 因為他們有牌照 他們的攀檔是不用交租 但他們就非法將這些攀位用市價 租給真正有需要的小販 那其實你們說這些持牌人 和收租工究竟有什麼分別呢? 小販牌照不是拿來給人收租 而是拿來給小販賣東西的 為何辛辛苦苦做生意 在深水埗街邊 賣著第三副賺錢養家的單親媽媽 現在竟然要向些 不是在做小販生意的小販持牌人 即是收租工、給租金呢? 為何真正小販用來養妻活兒的血汗錢 要用來養些只是幸運 能夠繼承小販牌照的人呢? 獅子生學會認為真正有需要的小販 和真正在做小販生意的人 才配拿小販牌照的 所以我們建議政府 將這些早已經在幾十年前留下的小販牌照拿出來 好像連銷市場那些攤檔這樣做拍賣 比真正在做小販生意 和真正有需要拿到小販牌照的人 拿小販牌照的 最後有一關小販攤檔的消防安全問題 獅子生學會不是消防專家 但有隔密之前小販市場發生過的大火 我們認為政府是有必要對這些小販攤檔做一些安全評估的 如果他們真正對攤檔後面那些大廈居民 或者路人造成很嚴重的生命威脅的話 我們是會支持政府 對這些危險的攤檔進行消防規管和執法的 多謝主席 多謝你,馮女士 謝謝